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什么大的才华 在工作和事业方面也比较的频繁 不乎有什么大的发展 进取心和意志力也比较的薄弱 欲是容易退缩 一生注定平淡无奇 不会取得很高的成就 三 眼睛无神 眼睛为一个人精气神的聚集之地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无神 目光涣散游离的话 这种人一般智商也不是很高 心思不定 做事缺乏专注 总是三心二意 想得比较多 但缺少实干精神 思考能力和判断力比较的低 整个人看上去整天无精打采的 缺乏生气 做事也比较的消极和被动 没有什么大的才华和本事 所以在事业上也不会有什么成就 四 鼻梁弯曲 鼻梁弯曲主要是指鼻梁不正的 向左或向右歪斜 亦或是鼻梁骨突出造成的鼻梁起节不值 鼻梁代表一个人的品性人品和主见 如果一个人鼻梁弯曲的话 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 性格多变 欲是犹豫 缺乏责任心 从来不去正视自己的问题和错误 欲是喜欢逃避和推卸责任 因此不仅异性缘不太好 在事业财运方面也是属于奔波劳苦之命 后脑削薄 后脑削薄主要指的是脑枕骨较平 后脑袋看上去也比较的扁平 后脑主一个人的智力和见识 如果一个人后脑削薄的话 这种人大多属于后脑先天发育不良 为人比较的愚昧无知 智商一般不会太高 欲是也不喜欢动脑子 缺少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 往往想问题时比较简单 容易受到别人思绪的影响或挑拨 与他人发生矛盾和是非纠葛 所以在事业方面也难有什么大出息 六 发际线太低的男人 发际线的高低 直接关系着一个男人额头的高低 而额头的高低 直接反映了一个男人的智商高低 所以从发际线的面向中 是可以看出一个男人的智商的 发际线很高的男人 额头相对比较高阔 因此智商也会高一些 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男人 但男人的发际线太低 甚至紧紧地压迫着眉毛 导致眉毛与发际线之间的距离十分的狭窄 这样的面向说明了他是一个生性蠢笨 智力不足的人 这样面向的男人不仅智商低 没脑子 还毫无远见 七 三曲鼻面向的男人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三曲鼻的面向 所谓的三曲鼻 指的是一个人的鼻子 鼻梁的部位 起节且弯曲 鼻梁的部位向走 向右个弯曲一下 给人一种三进弯的感觉 故而得名为三曲鼻 依照面向学中的理论来说 长有三曲鼻面向的男人 是一个性格多变 性情反复无常的人 他们总是一副阴晴不定的样子 做事也十分的情绪化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性格 导致他们无法专心致志地学习 无法坚定地为一件事坚持 故而学识浅薄 能力不佳 蠢顿如珠 八 短舌的人 如果一个女人的蠢舌出现了问题 那说明了 她们的生活是不好的 一生都不能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面向角度进行分析 一个短舌的女人 是一点眼见都没有的 她们看待问题的目光 是非常短浅的 心胸也很不好 总是喜欢与身边的人计较 其实她们自己一点见识都没有 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有好生活的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们总是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她们很容易就会让自己感到自卑的 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导致自己很紧张 会让人们看到她们已经一乍的一面 喜欢小题大做的一个人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她们是很愚蠢的 不能有好的生活 九 目光呆滞面向的男人 眼神千年的 不仅仅是一个男人的内心 更是一个男人的智慧 一般来说 聪明的男人 眼神泰然自若 双目炯炯有神 透露出一股十分睿智的感觉 而蠢笨如猪的男人 则目落呆积 眼神呆滞 可见眼神呆滞的男人 智商也很低呢 一 两眼细长 眼睛是一个人的气场所在 而且从一个人的眼睛 能够看出他的运势 事业 感情状况 而且 如果一个人的两眼细长 眼尾上条 说明此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贵人 而且做事非常的厉害 能够把控全场 做最好的事情 而且 财运非常的旺 很容易就升官发财 而且财运平稳 不会出现太大的动荡 所以 这种人很容易就能够富贵 而且非常的长久 二 天庭饱满 天庭是一个人的额头 天庭饱满的人 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来做到很好 而且事业运很不错 又有很好的官运 这种人一般能够顺风顺水 而且能够有很大的福气 深得深变的人喜欢 所以 人际关系很好 又很强的人员 所以能够得到很多机会 做事也能够很好的把握 将来的前途很好 所以这种人往往能够笑到最后 也算是一种高智商的人种 三 耳朵与眉间看齐 耳朵是一个人的采听官 能够打听到很多消息 而且做什么都能够很好的成功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和眉间相齐 说明是更好的吉项 如果能够经过贵人的栽培 能力会越强 而且做事能够名列前茅 做什么都能够成功 容易得到很多财运 这种人身边自然不缺优秀的人 所以在感情上能够很好的掌控 有很多选择 所以婚姻往往能够很幸福 生活也很美满 四 下巴圆润 下巴又称为地格 一般天庭地格 是人的重要部位 如果下巴圆润 就说明此人的运势很好 做事能够成功 而且想得很多 心思缜密 能够想得很好 做事也是很谨慎 能够想到很周全的计策 而且为人处事非常的到位 人际关系很好 很会照顾人 往往能够走到最后 而且很重视细节 所以很受领导重视 额头宽广高耸 不起皱的男人 额头在面相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额头主要以宽广高耸 没有皱纹为家 这样的人头脑比较聪明 如果一个男人长有此特征的额头 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能够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 遇上自己的贵人 贵人辅佐事业 赚取非常多的金钱 成为事业上的佼佼者 走到哪里都会招来羡慕的眼光 比较有福气 六 耳垂圆而有肉摸起来厚实的男人 常言道 看伏在耳 耳朵长得厚实有肉的男人 比较有福气 而好运气也经常会降落到有福气的人身上 这中人的财运会很好 会有着自己的事业 赚钱相对比较容易 此人一直抱有成性为本的态度来对事业 反而在生意场上会比较吃香 很容易得到合作伙伴的重视 七 拳骨丰厚高耸的男人 拳骨在面相中主要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权力与地位 拳骨长得高耸有肉的男人 比较有福气 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八 下巴向前隆起的男人 下巴长得隆起的男人 则是一个典型的富贵像 这种男人天生就是一副老板像 这种人的性格比较温和 为人处事很有一套 工作中能够很容易得到领导的提拔 从而做得更高的职位 赚取更加丰厚的金钱 并且运气也很好 好运气直到此人的晚年都不会下降 一生富贵缠身 有福气 因此生活中绝大部分人 可能都会通过一个人的外貌来有效去评断 这个人是不是很好相处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面相 其实和一个人的智商之间真的有联系 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必然的联系 有一些人看上去不好相处 实际上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 这可能也是大家片面的一种想法 建议大家一定不要胡乱地判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试试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